吉喆去世令人惋惜 首刚签三年合同承担治疗费 敏鲁磊夫妇全力帮助 据激昂体谈乐解 在首刚俱乐部吉喆患病难回赛场后 在12月4日 吉喆病情加重 12月5不幸抢救无效 在爱人和亲人们的陪伴下 吉喆安静地走了 2019年12月5日凌晨2点14分 终日友好医院 在与肺癌顽强抗争了一年多之后 吉喆离开了我们吉喆始终勇于担当 用他的钟头 他的三分 他的篮板 默默为球队贡献出他所有的能量 首刚为了方便球迷悼念吉喆 将在12月日上午8点下午6点 对球迷开放北京首刚篮球中心 在12月8日 首刚vs深圳的主场中 为悼念吉喆 将取消三个常规环节 全场出国歌和入场音乐 不播放任何歌曲 在马布里加盟北京首刚之后 吉喆和首刚的队友 在四年之内三次获得联赛冠军